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杨子有多苦?年度最佳独在心口,万众期待却只能压相敌。 电视剧余生成了年度最期待的微波剧。 相信这也是大家能够猜到的结果。 毕竟二人的CP当期待值如此高,再加上他们的高人气影响, 所以这部剧在预告片播出至今,也有了4.6亿次的播放量, 可见大家对这部剧是有多期待了。 可是这部剧居然成了业内的一个笑话, 在卫视官宣定档之后,紧接着又撤档,原因不明, 让好多人都觉得有些哭笑不得。 年度最佳独在心口,肖战和杨子太苦了。 肖战这一年来算是没有停歇过的, 而杨子这边虽说电视剧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 但作品依旧在持续更新着,人气也之增不减, 也算是一个好的现象。 肖战这边的黑粉一直都是在作怪的, 再加上还有一位大编剧跟着凑热闹, 所以时不时就会有关他的黑帖发出来, 大家似乎也是见怪不怪了。 而肖战和杨子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对荧幕情侣, 尽管只是播出了预告片, 但二人的影响力绝对能够让这部剧成为一匹黑马。 只是等来等去,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新的一年马上开始了, 这部剧依旧没个动静, 而好多朋友在等待之余也都对这部剧失去了欲望。 尽管依旧期待着, 但这播出的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大家失望, 相信观众们也会觉得有些疲乏了吧。 年度最期待的魏播剧,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荣誉称号, 但仔细想想这里面也确实有太多的苦水, 尤其是对两位主演来讲, 有苦难言比青土而出药难上迦难。 两位主演肯定知晓为什么当初在定档之后又撤档的原因, 只不过这里面低缘由, 大家不能说出口, 也没有办法去向任何人解释说明罢了。 所以这种种的缘由也只能在大家的猜测中度过了。 而对于两位主演来讲, 这部剧似乎也成了自己心底说不出口的烦恼。 记得在刚官宣定档那会儿, 杨子还特意发了动态来表明自己等待太久的心理状态。 可谁知最后却成了炮灰, 这种结果恐怕他也会有一种自己打脸自己的感觉吧。 不过好在大家对这部剧是抱着极大期待心理的, 所以即便是等也愿意。 只不过这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始终都没个结果, 在新一年起始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因为这期待的结果给好好安排一下? 目前也未可知了。 余生万众期待, 却只能压相敌。 从观众们评选的结果中来看, 肖战的带播剧分别坐上了冠亚军的宝座, 而他和任敏主演的《玉古瑶》是今年刚杀青的新剧, 这个时间段没有播, 所有人都能理解。 只不过在和杨子的余生中, 大家仿佛有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 如果早前没有官宣定档, 不播出也不觉得怎样了, 毕竟官方也没给出个说法, 那么所有人的热议都只能是茶余饭后的闲谈罢了。 可是, 官方发出定档消息又撤回, 原因说不明, 理由大家只能胡乱猜测了, 而到底谁吃了这个哑巴亏, 恐怕也没有人能够以官方的姿态出面解释吧。 所以搞到最后这部剧虽成了万众期待, 却最后只能是压相敌的结果, 想想是不是挺可悲, 也挺可笑的呢?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所有人都无可奈何的结果, 官方不给出态度, 额昌也不针对此事发表任何的看法, 只有大众在期待, 就好像暗恋一个人似的, 所有的情绪都要自己消化。 不过在评选出这个结果之后, 相信平台和卫视也都能看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这部剧不管积压多久, 待到播出之后肯定会成为一个高话题度的作品。 这个情况明确之后, 相信不管是哪家卫视, 哪个平台肯定都要为此争抢吧。 届时, 这部压相敌的大作肯定会让人眼前一亮的。 余生是前车之剑, 肖战要提前做好功课。 其实在这次的评选结果中, 除了余生之外, 玉古瑶的上榜也让大家看到了肖战的高人气。 两部带播剧如此受期待, 可想而知接下来电视剧的招商肯定也会爆满的。 但有了余生的前车之剑之后, 肖战在未来新剧的安排上, 是不是也要提前做好一个功课, 或者是提前做一下预警, 想想这些也都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谁都不知道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发展, 如果能够提前预设的话, 227事件也不会发生了对吧? 当然, 如今的肖战早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他了, 更多的磨练之后, 相信他也有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和自己未来的很好规划。 或许之后依旧会有很多争议存在, 这没办法避免, 身为公众人物, 难免会让人指指点点, 既然有喜欢自己的, 就一定会有厌恶自己的。 在这种情况下, 唯有让自己做到问心无愧, 将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工作都做到尽心尽力, 那就可以了。 至于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 也没有办法去左右不适。 而对于戴波剧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自己肯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毕竟演员在拍完戏之后只能等待着, 只有在电视剧官宣定当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为新剧做一下宣传。 但不管怎么说, 既然大家如此期待, 相信余生这部剧也会在新的一年里, 好好做一下安排的。 对于演员来讲, 自己的作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般, 有些时候没有在他们义务范围之内的事, 比如说宣传, 他们也一定会尽自己的所能。 因为没有一个演员会看着自己的作品, 白白消失在观众们的视野中, 而这个时候自己如果能够做什么的话, 相信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电视剧的开播需要层层的关卡,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行, 相信这里面肯定会有某些程序上的错误卡在那里。 所以大家如果期待就耐心等待, 再多的争议无非都只是自己的片面看法罢了, 连官宣之后都能撤当的事儿, 谁又能算得准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